红色球衣的福建球员陈龙 来对阵安徽小将董天瑶的一场比赛 今年的全运会的比赛赛程非常的紧密 在团体比赛结束之后 马上就进入到了单项的比赛 再加上全运会之前 很多的运动员是从奥运会的赛场 直接来到陕西 所以大家在体能和休息上面 有比较多的不是非常的找到节奏 以至于在单项比赛开始之后 就出现了不少的冷门 其中董天瑶就是击败了来自于浙江的黄宇祥 也是国家队的一名老将 董天瑶也算是这次比赛当中的一匹小黑马 他是目前才刚满18岁 身高也比较高大 接近1米90 此前他也曾经跟陈龙有过交手 得到了老将在球技方面的认可 由陈龙领衔的福建羽毛球队 时隔8年在本届全运会当中是获得了团体赛的冠军 对于陈龙的这个十几年的职业生涯也算是圆了一个梦 因为陈龙在整个职业生涯这个阶段 全运会的单打赛场上面 过去的四届南丹的冠军都是林丹 在这之前呢 唯一的非林丹的时候呢 就是在2001年的广州全运会上 老将罗易刚当时是打败了 已经有心心势头的这个林丹 那一届比赛呢 林丹是获得了南丹的亚军 而罗易刚现在呢 46岁呢 已经开始呢 担任国家羽毛球队的教练员了 比赛开始由陈龙率先发球 陈龙率先突击一拍 也做一个尝试抢网 给抢搓 再次下压 但是陈龙都是非常好的防守 而且呢 我们看到陈龙在防守过程当中呢 他的这个搓球质量很高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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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抓机会之后批对角得分 明显是在 抓机会突击的 这个时间上面 更加的 有经验一些 好 好 好 这个球点打得很尖 陈龙的这个推球 不是非常到位 有一点急躁 陈龙在往前的一个快放 其实对于董天瑶来说呢 他可能觉得这个回放应该是一个机会 稍微有一点急于求成了 对于陈龙来说 他在职业生涯当中所取得的成就呢 也是很多其他的球员望尘莫及了 他是2004年15年的市井赛的两年冠 今年已经32岁了 在旅游运会上呢也是拿到了南丹的这个冠军 今年就是在决赛里面 是输给了丹麦的选手 然后紧接着经过这个隔离之后呢 就参加了这个全运会的团体比赛 代表福建队来出赛 拿下了自己所参加的所有的这个单打比赛 所以他说呢 也真的是没有遗憾了啊 因为此前他已经表示说 32岁的年纪 可能是继续再参加全运会的可能性 就不是很大了 这有可能是自己的最后一届全运会 因此他也非常希望能够有一个完美的收场 至少现在在团体比赛当中 帮助福建队 时隔八年之后呢 再次拿到冠军 他也算是完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心愿 当然如果能够在单打赛场上面 收获一枚金牌就更好不过了 那你哭得比赛 合作者是 nurse ithi 哎呦 哭他 东董廷 工罚去 里面是俊 令人是俊 重心 英俊 忠者 玩 调球没有过往 此生的失误还是比较多 这个球看到还是比较准确的 陈龙虽然这个球算是一个失误球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出球的固定性还是很强 往前和底线的来回的控制和调动 而破坏对手的防守节奏 换发球8比3 反开推球 这球是在界内8比3 这个球场呢 它比较好的就是风向确实很小 因为其他的外界原因 对比赛进场产生的影响 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 整个场馆的外形也很漂亮 造型独特 获得了2019年的中国建设鲁班奖 没错失误 9比4 你看到这个抢放又是陈龙出其不意 身材高大的球员身高必长 他在整个场上的覆盖范围确实都是比较大的 对于进身球的处理一般会比较困难 如果有准备的来提前放网或者控制底线 那可以减少很多腹法上面的移动的范围 你在今天的这个比赛里边呢 现在董天瑶如果是可以使用一下进身球的这个控制 来压制一下成功 你准备是一个不错的效果 但是这名小将目前呢还比较是跟着对手的节奏来打 还有就是比较多的失误 前面他是给陈龙送去了不少的这个分数 就是自己的这个主动失误 又是一个回放的失误 陈龙11比5技术尖歇的时候呢 保持了6分的优势 前面电子科技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这个211工程项目重点建设高校 今年呢是建校90周年 是毛泽东等老一位革命家亲手创建的第一学 东城技术学校 所以他也是在国内和国际的非常有名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以西军殿之称匪生海内外 在国际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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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出球特别从容 但是这一球其实不是很到位 所以追身的一个杀球效果 对于身材高大的对手 采用追身的这个击球 还是很有作用的 刚才是小将董天瑶的一次尝试 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换拍勾对角 就是看到机会之后有一点着急 在节奏控制上面来讲 董天瑶还是看出他年轻的一方面 就是比赛的过程没有那么从容老练 突然加快球速 董天瑶在这个刚才的四点调动当中 采用了弧度和停抽球的一些变化 其实在速度上面本身还是领先陈龙的 最终陈龙也是能够很快的跟上对手变速的节奏 球感非常好 是 牧羽 9 7 3 6 4 比分的分差呢就是跟前面的技术间歇是一样的 发一个后场 就是平球档 成龙就是不慌不忙的采用最节能的方式控制往前 永天瑶在阅读成龙的出球的节奏方面还是有些困难不是特别的熟悉 所以在整个移动过程当中会显得有一点的 浪费时间和精力 抓住机会之后的沙追身 这并没有说完全地打到球拍的这个甜点 形成了一个吊球的效果 但依然有追身的弱点 追身的意图是非常鲜明 所以很样造成了对手的丢分 15比8 又是一次主动的失误 继续比赛 接发球的假动作漂亮 这个接发球的假动作是非常关键的 就是因为没有预测到这个接发球会出现这样的落点 看得很紧 再往前 往前的铺网得分 也是一个假动作的够对角 位置相当地低 对于羽毛球的拿捏 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出神入化 这次又是个拱网球 像对面的小对手表示抱歉 确实有幸运女神站在了陈龙的这一边 但是更重要的是在比赛的过程里边 陈龙的出球的思路是非常明确的 而且呢 他比赛的节奏的拿捏的也很好 所以从第一局比赛进行到这个阶段 董坤瑶基本上是在跟着陈龙的节奏在打 可能小将多少还是有一点紧张 杀上网 连接的稍微有点慢 六十次杀上网 城中三次都把球防起来了 反击 在第四次踢队找的过程里边 是主动输入下来的 也就是说呢 在刚才这一分是很典型 无论在体力上面的消耗 还有这整个技战术的跟进上面 还有最后的得分效果 都是处于下风 对于董天瑶来说呢 这一分就是他在跟像陈龙这样的高手 交红的过程里面 还是有可能的东西可以来学习 第一局的局点出现了二十比九 第一局比赛结束 一下就推到了后场之后 这个董天瑶回身用反拍来抽这个对角线 因为是背对着球网 在落点的控制上面就更困难一些 第一局的比赛是二十一比九 陈龙先胜 所以是因为这边对拖链 然后球对链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好,好,好 加油,加油 今年的羽毛球的比赛 整个国内和国际的赛程到年底阶段 还是非常逆急的 全会的比赛结束之后 在本月的26号马上即将在芬兰起目苏黎曼杯的比赛 中国队的阵容最近刚刚公布 有一点点让人意外的就是国议名单上 一些顶级的高手 比如说南丹的成龙 南双的李俊慧刘雨晨 还有这个淮亚琼的棍霜的主力 都没有在其中 而上场的大部分是一些年轻的新秀 这可能也是说给老江一点调整的时间 为后面即将马上进行的 汉姆斯贝和游伯贝的比赛 来做准备 另外苏黎曼杯的比赛的原计划 是今年的五月在中国苏州来举行 但是因为我们国家对疫情防控是比较严密的 最终是改载了9月26号到10月3号 在芬兰的万塔来举行 中国队上一次是在南宁 击败了日本队重新夺回了所有南边 这次的目标肯定还是未满 这些年轻的小将来出赛 他们也是一个锻炼机会 因为中国队公布阵容还是比较的晚的 相比于其他的各代表队来说 有一些参加了奥运会的顶级防守 同样也是存在着参赛的节奏比较的密集 跟平常每个训练年度有一点不一样 所以他们也都选择放弃参加苏黎曼杯的比赛 这样中国队虽然可能不是最顶级的配备 但依然是有希望能备免成功的 在今年苏黎曼杯南丹的阵容里边 中国队派出的目前来看是 石与其来领衔 然后后面还有陆光组和李师兄 大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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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一、二、一、二、三 成功加机会来进行突击 这个突击相应该打得很坚决果断 刚才董天瑶的教练呢 跟他呢在局修之间的提醒 就是说能够多压几拍就多压几拍 还是要打得耐心一点 确实在第一局的比赛里边 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位少年小将 他的出球的时候 还是会显得有一些急于求成 当看到好机会来的时候 就显得有一点忙乱 因为他的下压 就是这一球不错 抢到了碗口上面的高点 他的这个下压的力量还是差一点 就每一次他的这个主动的下压 成龙总是有机会把球防起来 所以造成多次的进攻下压 不能够得分的局面 也会容易加剧急躁的心理 第一个对角先来到前场 成龙总也是做了一个追身的下压球 有的时候个子高的球员 对这种进身球 确实处理起来比较很难受 第二局开场的表现 应该给董天瑶鼓鼓掌啊 已经是比第一局呢 要有耐心一些了 好 还是比一本水 完全是平球打 突然说是电视 散开说电视 比五 同样也是抽这个追身 近书 外 两个人的身材特点 是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的 球中这个球过渡的 有一点目的不是很明确 感觉就是有点像勾对角 有点像这个抽放 有点像这个挡网 但是最后这个球的弧度也不高 是落点也不够深 所以在场上每一个一拍 每一回合都要有明确的目的 这个不追身 也同样是力量不够大 所以本天尧 它是一个本能的反应 直接是把球弹过了球网 反拍球追身 小心 这次强量狼狼 你看到陈龙非常聪明的一面 就是比赛经验很丰富 四方球打起来 羽毛球的比赛魅力就是在此 观看羽毛球比赛的时候 这个大力的扣杀或者是那种攻防 确实让观众看起来会很爽 但是这些比较细腻的小球 四方球的场上的调动 才是反映球员他的智慧的 还有他的能力 以及他训练细节的一些体现 就更像是下棋一样 所以更有观赏价值 这一分是一拍快四一拍 我看要是凭借自己非常年轻 而且肌肉快速能够调动 改变的这个能力 连续的下压 取得了分数 现在是7比6的领先 现在个子非常的高 反拍一个转身 主角把这个球 谈到了这个方法底下 看到这个雨满之后 马上反拍 严抽 待谈 man said 5ert18 跟您乐点非常精确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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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我们把比分反超8比7 这是一次抓推的下压之后 扎上网的连接 抽队到线 这次比赛的看点就是在于32岁的陈伦 作为领衔中国羽毛球队南丹 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一位老将 他已经说了这可能是他最后一届全会的比赛了 那么能不能获得一个单向的冠军 在超级丹的时代 林丹在全国运动会的羽毛球比赛当中 连续获得了四届冠军 2001年是一届亚军 说给的是罗逸刚 国端选手罗逸刚 比赛这个全英会的赛场上 陈龙是一直没有能够获得过 从林丹手里面获得过这个胜利 他也非常希望能够在今年的比赛当中 为自己带来一个很好的结果 目前这个目标在团体赛上已经是实现了 但是以不败的战绩领前福建队 拿到了团体的冠军 因为很多陈龙的球迷也很希望 在这个单向赛的比赛中 陈龙能够有更好的发挥 走得更远 今天这场比赛是南端的八进四 在这个往前的小球的彼此较量当中 最后一看到陈龙相对比较沉稳 确实是他出手之前还有停顿 在两位球员抢搓 抢棒 还有勾对角的这些变化里边 陈龙呢他会显得更加的沉稳 回搓的失误 这样陈龙还是领先进入到第二局的间歇 所以间歇的时间是一分钟 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呢 小匠董天瑶的表现有进步 打开这些对角 或者你来来来 然后呢你想赢球 你想赢球就必须把场地打开 比如说方法的高球 或者你防住他两排之后 你才有机会 你不能说我一个角都不防 他一个角都不杀 我就能赢了 光靠这个评论你也说不了 对吗 加油 要有数据 三六数据 能不能抢这张牌 跌到场地 二十秒 继续比赛 十一 比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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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比八 陈龙领先三分 第二局的比赛继续进行 加油 有点点沙 对角线得分 十二比八 加油 韩晋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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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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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有一点慌乱 因为在前场啊 要想处理好这种快速的变速球 就动作不能太大 这种铺网呢 你要是再用上大臂的力量 它确实在空中的准备的时间 时间就会比较长 错过了最好的铺球时间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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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届东京奥运会上呢 中国羽毛球队还是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战绩啊 两枚金牌和四枚银牌 这样的成绩呢 再次证明了 那么目前呢 中国羽毛球队依然是世界羽团 一支非常有实力的球队 而且论参赛水平的话呢 全运会的竞技水平呢 是不亚于世界大赛 甚至超过世界大赛的 像乒乓球 羽毛球这样呢 在中国常年发展 比喻深厚的传统项目当中 就是很有这个特色 对于这些年轻的小将来说呢 舞台也是为他们铺就好了 是选择进入到 让国家队呢 这些经验丰富的教练 来看他们的实力 就是一个实力选拔的 一个新秀的一个舞台 同时呢 也是各省队呢 向国家输送 踢队人才的一个通道 也就是说 这些小将呢 需要呢 在这些大舞台上来证明自己 而对于像奥运冠军 世界冠军 陈龙这样的球员来说呢 他们就是希望呢 让自己的职业生涯 变得更圆满 所以不管怎么样 这个比赛呢 都同样非常地有意义 李平遥呢 可能还是有一点忙乱 他的这个推条球啊 弧度都不太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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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龙勾对角 这个远方勾对角 是 难度比较大的一种勾对角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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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网连接速度有点慢 但是这个后撤也是不错的 已经知道陈龙在头顶位 经常会推他这个头顶位 所以下面的这个 准备还是比较早的 陈龙在这个三季奥运会上 应该是把三种花色的奖牌都收齐了 在2012年它是伦敦奥运会的 南丹季军哪里没铜牌 之后呢 里游奥运会登上了冠军领奖牌 然后今年呢是在决赛里边呢 输给了安赛龙 强行呢来进行滑板的头顶对角 这个球是出界了 董天瑶整场比赛来看呢 主动的输还是比较多的 陈龙呢已经领先了9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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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点 20比10 这场比赛当中 陈龙还是看出来比少年的球员 董天瑶有更多的这个实力和积淀 这样他是成为了率先进入到 男子单打半决赛的选手 在半决赛里面呢 有望遇到中国国家队另外的一位 非常有实力的选手 江苏队的徐与琪 那么徐与琪随后的 好